好,那我们要来看今天最后要讲的东西叫做资料视觉化 顾名思义它就是画出图表来啊 那我们这里有三本书 这个三本书都是我们从图书馆里面有的 然后他们很不巧的是都没有电子版 你得看纸本书才行这样子 那我现在把这三本书传下去 因为我们今天讲课的 你翻这三本书的时候 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图表 那我们今天上课的两堂课里面呢 没有办法把所有的图表都讲过 那我只挑一些有代表性的 让各位同学有一个概念说 哦,使用Python来画图表是长什么 它那个基本的概念是什么 如果说各位同学你们的专题作业 或者是你想想看,这个东西很实用 因为不管以后你们未来做什么样子的工作 你们或多或少都会需要画一些图表 那这个东西说不定可以对你们的未来 要画图表的时候有派得上用场 那我先把这三本书传下去 各位同学翻翻看 因为这三本书很漂亮 里面都是图 各种各样的图这样 很好 至少看一下 哦,原来可以画出这种图来 麻烦请传阅 麻烦请传阅 麻烦请传阅下去 麻烦请传阅 好,来我讲一下这三本书的特性 最左边的这本书呢 是那个洪景奎先生写的 他是台湾人 所以说,但这本书呢 它完完整整的都在讲一个主题而已 就是Metaploblib 这个是Python的最基础的套件 也是使用最广泛的套件这样子 然后讲得很清楚很详细 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范例跟程式码 如果你看到什么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字典 你如果想要画什么东西 又想不起来它程式码 该怎么使用的话 就翻这本书 里面有琳琅满目的各种范例 这样子 那,可是它有特性就是 它只讲Metaploblib 其他什么都不讲 这样子 那很专精 但是就是比较 看不到其他的东西 那中间这本书呢 它是一位大陆人写的 然后它 不只是使用Metaploblib 它也用Seabon Plob9 Basemap GeoPanda 它范围比较广 这样子 它比较注重的是 怎么样去画出一个图表来 那不限于用任何一种 那个套件这样子 那因为它是大陆人 所以说它里面有非常多的案例 都是直接拿中国大陆的城市啊 天气啊什么的 这个就是 因为我们这堂课讲的是资料视觉化 所以最关键的就是 那个资料从哪里来 这样子 那当然是有很多资料 就在我们生活周遭 那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很多资料 是台湾的 或者是你们 就是长庚大学的 或者是台湾各所大学的 那个就是各种各位同学生活周边的资料 那最后一本呢 则是 这是一本日文翻译书 这样子 那这本日文翻译书的话呢 它跟中间那本有点像 它不拘于使用什么套件 而是说 它最后到底想要画出什么样子的东西来 它就用 它就在介绍 用什么什么套件 就可以画出什么什么这样的 所以最后一本这本 它不只介绍怎么样画图表 它甚至介绍怎么样画图片 就是各种这样的照片 要怎么样呈现在画面上 它都会讲这样子 那因为作者是日本人 它是翻译成中文的 所以说它里面用的很多资料 也都是跟日本当地相关的资料 例如说日本的天气啊 日本的那个国土形状啊 点点点之类的 那这三本书都有帮助 那我要说的是 除了这三本之外 还有非常多的资料 视觉化的书可以看 那这本三本书 虽然我们图书馆都有 而且都还蛮新的 所以给各位同学做参考 这样子 好那我们讲一下 就是在这个Python 这个开发社群里面 有很多套件 不只是Metalib Metalib Metalib Metalib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它因为非常像Metalib的语法 所以说Metalib是 我先让各位回想一下Metalib是什么 我们学校有买Metalib的版权 然后各位同学都可以用 它是一套非常的精美 非常的品质控管的很好 的一套高阶语言软体 只要用一两行指令 就可以画出非常精美的图片 这样子 它本来是算矩阵用的 所以它那个Met 就是Metrix 矩阵的那个前三个字 那谁在用Metalib呢 有很多经济学家 科学家 跟工程人员 他们不想要写很多程式嘛 可是他们想要把他们的资料做 只要用少少的几行 就可以达到他们的效果 那他们就会购买Metalib 那我们学校也有买 各位同学也可以用 那很贵 这东西是非常的贵这样子 但是因为 Abel有一间公司 很严谨的维护这份城市 他们的城市满了正确性 所以说 现在还是有非常多的 世界上的机构 学校 愿意为了他们这个品质而付费这样子 那Metalib呢 就是因为他一开始 应该说他的语法非常非常像Metalib 所以说 很多有Metalib经验的人 他们一看到Metalib的指令 他们就马上从他们的经验之中 知道说 我应该怎么下 或者说 我要读一个档了之后 我该用什么指令 我要画个折线图 我要画个XY散布图的时候 我对应的指令是什么 所以他们就减少了 他们重复再学一次的那个时间成本 跟精神这样子 所以说Metalib Metalib 现在就变成是Python这个语言 最为广泛 最多人使用 而且 还有一个特性就是 Metalib是封闭的 它必须要付费使用 可是Metalib是免费的 它程式码也公开 任何人有兴趣 他们都可以参与这个Metalib的开发 这样子 那它计券单译学功能又很强大 又容易将Metalib的经验转移过来 所以说目前为止 Python社群里面最多人使用 最多人在学的 也就是这个Metalib 所以说为什么 在这本书 洪景奎先生写的这本 它专门就在教Metalib 因为这个市场不小 那除了Metalib之外呢 那还有一个叫做C-Bone 也蛮多人用的 那C-Bone是这样子 C-Bone它不能独自存在 它必须要先有Metalib为基础 但是 它的想法是说 Metalib非常的强大 可是我要画出一张图来 我还是需要很多的指令 有点麻烦 所以它的想法就是说 我们来设计一个 更高阶的语言 它把Metalib包装起来 只要一两行程式满 就可以画出 非常精美的图片来 所以它是谁 是谁在本质上 就在运作呢 还是Metalib 但是有了C-Bone之后 只要有一些开发的人 他们很熟悉 那些C-Bone的指令 如何下 而且对照的那个 资料来源是什么 他们学过一次 之后就可以 用非常快的速度 再做出同样的 那个程式码来 然后除了这两个大 软 套件之外 那还有很多很多 其他套件 就像是这边 这里所显示的 那 但是我们今天时间的课 有限 而且他们比较没有那么流行 这样子 他们有 他们各自的来源 那我们今天就 不会讲到这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呢 大部分都在网络上查得到 然后图书馆里面也有 但是图书馆的书 因为他们不是那么流行 所以就讲的没有那么多 这样子 好 那我们来先讲一下 这Metalib的历史是什么 那今年是2024年 那Metalib这个套件 它推出来还 才刚刚满20年 它是这样 21年前 有这位 John D. Hunter 这位先生 他创造出来的这个套件 当时呢 他是芝加哥大学的 那个神经生物学的 博士班学生 那他要开发 他想要把他手上得到的 那个癫痫病人的脑皮层 电图的资料 视觉化 那他又 发现没有一个适当的工具 来做这件事情 他就自己动手开发了 那这个就是Metalib 一开始出发的原因 这样子 然后他后来 隔年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呢 参加一个证券公司 当作那个计量分析师 但是那时候还是 仍然参加 这个Metalib的开发 这样 那2008年的时候 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发生 就是 美国送了一辆 应该说2007年的时候 美国送了一辆火箭 叫做凤凰号 上面载着 那个火星探测车 飞往火星 2008年的时候 这个火星探测车呢 在火星着陆了 这个是人类 的一个很大的成就 因为终于有个 送了这东西上火星上面去了 那那些探测车在火星上面收集到资料呢 他们要把它 开工总署的把它画成图表 就用了 就用了Metalib 所以说那个时候 Metalib已经渐渐的 受到很多人的欢迎 也有广泛的在被使用 可是很不幸的是 四年之后 就是2012年的时候 这个 Hunter博士呢 他发现他罹患了 那个恶性大伤癌 然后他当年就过世了 然后时候 他的寿命只有44岁 然后留下了妻子跟三个女儿 所以说他过世的时候呢 这个Metalib 谁要继续开发下去 就因为那时候已经有个社群了 有人在 很多人在参与 所以就有一位 Michael Jolteboom 是接任了这个Metalib 开发的那个 领导职 就是主要工作这样子 而且那时候成立了一个叫做 Non-Focus的组织 这个组织有点像基金会 就是说他 很多大公司呢 就愿意捐钱给他 这个Non-Focus呢 在把这个收到的钱呢 去支持各种各样的 开放软体的开发 那其中一个就是Metalib 所以说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在 谢谢 在课堂上呢 使用这个Metalib 它是由 很多很多的人 他们开发出来 花了他们的时间金钱 还有很多公司的赞助 然后各位同学在这里 免费的使用这个开放的软体 这样子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Metalib 到底是怎么用 那我给 请各位同学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真实的例子 这是我的一个朋友 他在电子公司工作 然后呢 他有一天接到一个任务 就是说 他用机器去记录了一个电流 跟那个 就是他的设备的那个耗电量跟电流之间的关系 他想要把它画成一个图表 那他该怎么画 这样子 那我们先来看他的资料 在我们的档案里面呢 各位同学可以看到 一个叫做 DS001 底线01.csv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就是 那个他的试波器 去记录这个 他的电子设备 所丢下的 我们看一下里面的 结构是什么 csv档基本上就是个文字的 然后他里面有很多很多逗号 用那个逗号来分隔资料 所以说前面的这几行 从第一行呢 你可以看到 这是他机器吐出来的 这是什么格式 然后记忆体的长度有多少 然后呢 各种各样的什么位阶啊 驱动的位置啊 然后来源啊 这些都是那个 那个仪器所自动产生的记录 那我们的重点在哪里呢 重点在第25行开始 这个第25行是什么呢 就是说 他在这边记录那个 波形的资料 那第26行呢 这里有一个 N20029004 这个是 他那一个 序列号 就是说他做这次测试的时候 会留下这个 独一无二的序列号 那 从第26行开始 有一个 3 1 3 3 逗点 逗点 1 逗点 逗点 这些是什么呢 这些就是 他的 机器 所记录下来的数值 他要画的 就是这个 他这里总共有 1万笔 这样子 那他想要画出来的是什么 应该说 他的客户 想要画出来 是这样子 他 那从这些资料的 我们刚看到这个 第26行开始的第1个栏位 就是那个栏位0 他想要画出来的是 瓦特 比如说那个功率是多少 那第3个栏位呢 也就是 后面那个1 他想要画出来的呢 是那个电流量 他会客户想要这个东西 好 但是他还要 从这个原始的数值 3 1 3 1 3 1 他还要个别乘上一个 独特的系数 这是他客户想要的东西 那我们来看 要怎么样做这件事情 好 那这个资料来源 我们有了 那我们要把它视觉化 所以我们来看 我们的第一个范例 好 我们看 我们先要 这个档头是我们用不着的 所以我们要去掉档头 去掉的方法就是说呢 我们把档案读进来之后 用什么读 用open 这个东西在 各位同学的那个 档案处理的那一堂课 我们有介绍过 读进来的是文字档 文字档之后有很多的 换堂符号 换堂符号呢 我们把它通通切开来 就是那个 第6行的 splitlines 那把它通通切开来之后 把前面的24行 通通切掉 因为它我们用不着 那个是机器的档头 然后再来我们把这个 每一个每一行里的资料呢 因为它有了逗号 那这个逗号是我们要分开来的 用什么呢 所以说用split split的separate 就是那个分隔符号 我们使用逗号 所以说在第12行结束之后 我们就得到一个二维串列 这个二维串列里面 有数值 也有空字串 也就是那个 第2行跟第4行的那种状况 这个时候我们取出那个 序列号 也就是第2行 应该在python里面就是那个行 1的最后一个数值 然后呢 再把这个东西转参成 data bread 为什么要转参成 data bread 对于python来说 它是一个一个一个的自传 但是我们最后要乘上一个常数 所以说呢 在python里面 如果我们使用numpy 这一个专门处理数值的套件的话 那我们可以很轻松的乘上一个常数 不然的话 我们要一个一个的数值 我们可以把 虽然可以把它转换成 我们虽然可以把一个一个的 自传 转换成数值 再乘上常数 那样处理起来比较麻烦 我们比较喜欢用 很少的指令 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所以说 在第18行转换成numpy之后呢 我们把最 转换data bread之后 把最后一栏去掉 因为我们只需要的是 第0 栏0 跟栏3 最后一栏 我们看这个资料的形态 它是 大量的空白 除了这个序列号之外 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它删除掉 没有关系 这样子 好 这个时候 我们读进来的是整数 那我们要把它转换成浮点数 这样子的话呢 等一下乘上常数的时候 才不会出现错误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把它的那个栏名改一下 因为我们来看这个资料的原版的形态 它这里有两个web phone 第二属行 这个web phone呢 跟这个web phone data都是同样的字串 这样子我们等一下在处理的时候 会有两个栏的栏位是一样的 会造成混乱 所以我们就把第二个web phone 改成为web phone data.1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乘以一个常数了 所以说第一个栏位 我们乘上0.1212 第二个乘上0.196 那为什么是这个数字呢 这是客户要的 那这个 我的那个朋友也不 也没有 只是遵循客户的指示 好 那再来就是 资料视觉化 我们先把资料都准备好 准备好之后就可以来画了 首先我们 我们有1万笔的资料 但是我们并没有要 每一笔都画出来 我们只 客户要求的是 只从2000笔 画到最后1万笔 所以说第37行的figure 就是要求 methodplotlib 准备好一块画布 那一块画布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window 然后再来第38行的plot 韩式呢 它的功能就是 画出一个折线图 所以一个折线图需要什么 资料 它需要 它的x轴 跟y轴上的每个点的位置 所以我们这里的x 就是从2000到10000 就是在36行指定好的 然后呢 我们的y轴呢 就是这个df就是data frame 的i logs 就是2000笔开始的第一栏 也就是那个栏的 所引为1的状况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把它的x轴的标题 y轴的标题 这些都是文字字串 跟整个图表的标题 都准备好 那就是写进去之后 就会得到 左边的这个图这样子 那同样的资料呢 我们再做一次非常相似的动作 所以在第44行这个地方 x轴的资料 一样是2000到10000 那y轴的资料呢 则是使用 那个 d0栏 也就是我们要的 那个 webform data 然后这个时候 就把它画出来 就会 我们让它执行一次 就会得到那两张图这样子 好 那就是这两张图 就是我们要的 OK 好 那我们先来解释一下 对于一个 metaplot believer 所画出来的 物件 它是个别是什么 就像我们刚刚在那里看到的 这最外面的这一个 整个视窗 它是一个 figure 也就是它是一块大画布 那这个 从 左上角 到右下角 都是 那这 对我们来说 它就是一个 window上的视窗 但是 metaplot believer 它不是只是执行在 window上面 它在 其他作用系统上 也都可以 所以在我们这边 就是用figure 这个东西来表示它 那在 在一个figure里面呢 我们的这张图 它只有 一个 坐标系统 也就是我 这边用黄色的 往底框起来的地方 这个坐标系统 包含什么 包含这个x轴 y轴 还有它的刻度 甚至它这个标题 都包含在这个坐标系统里面 那什么东西不包含在这个坐标系统里面 是 这个 这个 图表的标题的这个部分 它是 figure的一部分 而不是 axis的一部分 就是不是坐标系统的 所以说 如果我们对坐标系统有任何的修改 都不会影响到这个标题的部分 那再来我们看到的是 在这个坐标系统里面呢 有很多很多的物件 那各位记得 我们在那个物件与类别那一刻上的东西吗 物件就是从类别之中 以类别为蓝本 然后把它创建在记忆体里的资料 所以说在这个图表的范例之中 好 这边看到的标题 轴 轴上的刻度 然后Y轴 X轴上的标题与刻度 这些一段一段的线段 那这些通通都是物件 每一个物件都有它自己的属性 我们都是可以修改的 不管是改它的颜色 粗细 字体 什么什么什么的 都可以改 那这个就是 MathLab MathPrablib 它非常有弹性的地方 你使用者想要什么改 就怎么改这样子 好 那我如果想要这样子改 我想要把两张图表 合并成一张图表 来节省 我的 就是一次可以看到更多的资料 那我要怎么做呢 好 那我们来做一个示范 就刚才资料准备的部分 通通都是一样的 但如果我要画两个图表合一的话 那我是这么做 我这里写个范例 在第38行的地方 我是画第一个图表 然后我指定它为 我给它一个标签 叫做电流 那在第39行的地方呢 我再画一个图表 然后 所以说各位同学看 第39行和第39行差在哪里呢 差在于这个 它的 从DataBrand的那张资料表来的栏位 到底是使用哪一个 如果是电流的话 那它会是使用地零栏 所以这里有一个零 然后如果是瓦特 就是公寓的话 它会使用一在这里 好 那这个Label 然后这是我来 告诉MetoplaBly的 我这一个折线图 跟另外一个折线图 它们各自使用什么样子的名字 所以在第40行的地方呢 我多了一个新的指令 叫做Legion Legion的意思就是 画出那个图示是什么 也就是 右上角这个地方 它会画出电流和 图示 电流和瓦特的图示 然后其他部分也都一样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程式码的执行 前面部分都一样 只有从第36行这边不一样 所以当我执行下去之后呢 好 这两个图表就合而为一了 那这样子的话 看起来就简洁 然后资料可以同时呈现 那各位同学你们会有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 它们会用不同的颜色来呈现 而不是同样的颜色 原因是在这里 就是说第38行呢 我们画第一个折线图的时候 我们其实这边没有指定颜色 于是说MetoplaBlyb 它会给一个预设的颜色 那在这里就是浅蓝色 当我们在画另外一个折线图的时候 MetoplaBlyb 我们也没有告诉他 我们要用什么颜色 但是当然 应该说是 这个套件在当初被创建出来的时候 就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使用者可能会没有指定颜色 那他就会自动的挑选 那种对比强烈的颜色 来当这两个折线图的颜色 于是他就挑选了橘色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状况 所以说你要改颜色吗 可以 你只要在这里指定 例如说我在这里 给他一个属性 我要他是变成 黄色 然后呢 另外一个 我给他指定颜色是红色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再跑一次 好我就得到黄色跟红色的图表 这个就是 这个MetoplaBlyb 简单易用的地方 你只要透过多一两个属性的指定 就可以达到你想要的结果 好那我们再来看 这个是 我们刚刚看过的是折线图 那另外一个很常用的东西叫做 XY分布图 那这个资料是什么呢 这个资料是 各位同学期中考的分数 真的 这是你们真实的分数 这样子 我就是 我把它从你们的那个拿出来 那画出来的结果就是这样子 就是最低分到最高分 好 然后 我把这个平均分数也都画出来 好 那我们来看 这怎么画 就是说 我们先来看这个资料在哪里 这个资料在 我们开这个档案 grade.csd 它这个是从 我们的e-learning上导出来的 所以说 各位同学 你可以看到 这里有 HOMEWORKER WEEK 2 WEEK 3 WEEK 4 WEEK 5 跟期中考 那我们要的只是 最后一栏 这个期中考的资料 那我已经把学号跟姓名 统终都隐藏起来 因为本来从e-learning上导出来的是 含学号跟姓名的 那 那个会有一些隐私权的问题 所以就通通消失不见了 那好 一样 这里也是一个csd档 所以说 我们要把这个档案的资料读出来 而且读出它的最后一栏是什么 那我们来看 我们这怎么做 那是 读档 我们就直接使用Panda的那个read csv 尝试 它可以直接的把档案读进来 那这里我要各位提醒一下 这里 各位可以看到这encoding有一个utf16 这些什么东西 这些什么东西 各位同学在之前 你们看过的encoding有utf8跟CP950这两种 我们回忆一下 CP950是什么呢 CP950是微软的bigfi系统 那bigfi又是什么呢 bigfi是台湾在很早期电脑刚开发的时候 5大套装软体它们共同使用的编码方式 那那个很早期 那渐渐的它们就被utf8所取代 utf8是全世界通用 把全世界的文字通通都编成是 在电脑上可以交换资讯的统一码 那utf这个系统呢 它又有不同的编码方式 有utf7 utf8 utf16跟utf32 目前最为广泛使用的是utf8 可是很有趣的是 我们学校的e-learning系统 它的编码系统是utf16 而且也有le 那我们来讲一下什么是le ok le的意思就是littleandian 它在编码的时候呢 会在档案的最开头 加上两个字元 来注记说 这个16位元的编码系统是 头在前面还是头在后面 所以各位同学请看这个图 如果说它要把一个d7cb的这样的资料 这是一个16进位的编码方式 把它写成一个档案 那它有两种不同的写法 一个叫做bigandian 就是说它就按照原本的顺序 d7是比较重要的 就应该说比较高的位元就放在前面 然后呢 c4就放在后面 可是有另外一种编码方式呢 叫做littleandian 它前后数据倒过来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因为各位同学知道 电脑的最核心是处理器 那处理器有各家各自的规格与版本 除了intel之外 例如说Montorola这间公司 它也有开发自己的处理器 给它的手机使用 Montorola在很早期的时候 是手机通讯领域的 那个非常重要的一间厂商 这样子 那 它们Montorola 它们的处理器使用的是 是bigandian的规格 可是intel呢 使用的是littleandian的规格 所以说为了让这个unicode的档案 能够被不同的处理器正确的解读 就有了这个 BON 就是byte order mark 放在每个档案最前面的方式 如果说这个BON呢 它是FEFF 的话 那 它表示这是一个bigandian 如果是FFE 那表示littleandian 为什么它们要挑选FFE跟FEFF呢 是因为 这两个数值都不是UTF8会出现的数值 所以说把它写在最前面 如果有一个系统一侦测这个档案 就发现 这绝对不是UTF8所能够读懂的 那我们学校的e learning 恰好就是使用这种UTF16再加上BON的资料系统 汇出我们的资料 所以我们在解读的时候 要特别的注记说 它的encoding就是UTF816 而且是littleandian的形式 然后它的分隔字元呢 则是slash t 就是一个tab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档案 各位同学 你就可以知道 它跟之前的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在 刚刚讲过的那个 DS0001 这里 你会看到非常多的逗点 因为CSV档 它可以 能是用逗点 也可能是用空白 也可能是用tab 定位键 来分隔一栏一栏的资料 那我们来看 这个grade的reduce 你发现这里没有重点 这里的一个数值跟一个数值之间 它也不是空白 因为你稍微动一下滑鼠左右一圈 你发现它从一个地方跳到下个地方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它是用tab 来作为一栏一栏资料的分隔符号 于是在我们读取这个资料进来的时候 我们需要指定它的分隔符号是什么 所以我在这里指信 这个slash t的意思就是它这个tab 于在这个地方第五行 我就可以读入一张正确的表单 然后这个正确的表单呢 我们来看它读进来是什么样子 我把东南点设在第八号 然后指寻它 好,那这个是有df读进来的 我们在增错主控台这边 roll给它一个head的实例 它就会把这一张资料表最前面的几篮 几列列出来 就是说 第二周 homework 第三周、第四周、第五周 它就全部列出来 那其中考就是在我们最后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要的资料 这样子 在这里 ok 从第十二行到最后一行 也就是我们画质那个xy散布图的指令 那一样我们需要给它一个x轴的资料 那这个时候资料呢 我就先把它 因为我们全班是50多个人嘛 我们就从那个数字排过去 所以就是从1234一直排到55这样子 然后x轴的资料指定进去 y轴的资料呢 就是那个data frame里面 其中考那一栏的资料 然后把其中考的分数和成绩都填进去就可以了 好,那如果我直接填的话 你就会看到那个散布的xy图 可是我比较不想要这样 我比较想要看到的是 这个分数是d真或d减排序上去的 那我要怎么做呢 我的做法就是在第八行的地方 我透过data frame里面的一个叫做sort value 这个函式 它可以做排序 所以说各位同学来看 我们刚才印出来的那个head 它是没有顺序的 从60,55,80,75,50都没有顺序 如果执行了这个第八行之后 这个data frame被排序的的话 而且它这里是指定对中考这一栏做排序 后面这个implex的意思就是说 我直接替换掉这一张data frame资料表的内容 我不用再产生一个新的资料表 所以说我一旦执行了这一行之后 我如果再做一次那个data frame的head 那这里的其中考的分数就已经排好了 它会从d的分数开始排 于是我画出来的图表呢 就会像是这样子 一路的排序上去 这样子我就会很清楚的看到说 那个成绩的分布是什么 那我还想要画出来就是平均分数是什么 那我也可以透过data frame的mean这个函数 就直接得到其中考这一栏资料里面的平均值 那我就把它写在average这个变数里面 在metaploblib里面有提供一个叫做ax edge line 它可以让我们画一条水平线 那我在这里就在y等于平均分数的那个地方 画一条水平线 那水平线的颜色是绿色的 然后呢它的线段的风格 我指定它为点状 所以说我这里用了一个等于冒号的指令 然后最后呢我要加上一个文字说明 那我这里x等于49是指定 我要画出来的那个文字方块的位置在哪里 所以49各位同学可以看 就是这边 这里是40是50 所以这里大约是49的地方 然后这个呢 y的高度呢 就是那个平均分数的高度 所以说在这里我就指定它的位置 那我特别把它加1是因为 如果我直接画在average的地方 它会跟那个绿色的线重叠 就把它往上推一单位 然后指定它的内容是平均分数 颜色跟字型大小 然后最后把它全部跑完之后 就得到我要的 期中考分成绩的图表来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刚刚看过的三个例子 都是画图的 就是那个 呃 有折线图 有 xy散步图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个不是图的 那这个叫做文字云的范例 那各位同学 我相信你们都已经 一定都看过文字云嘛 但是要怎么做出一个文字云来 可能没有同学做过 那程式可以帮你们做这件事情 那文字云呢 我们呢 要使用 wordcloud的这个套件 那这个 wordcloud呢 是没有预限安装在anaconda里面的 那自己装 这个 我想各位同学不 不难 有那个经验 所以说我们来 呃 那 wordcloud这个东西 它也跟sebone很类似 它 是对 metaplab lib 的一个包装 所以说 透过呼叫wordcloud的指令 它再去转呼叫 metaplablib 就可以画出我们要的图片 那在wordcloud的 有一个功能 叫做mask 就是说 你可以先提供给它一个遮罩 告诉它说 只要画在哪一些区域之中 不要画 在这个区域之外的 就不要画 那它就可以 画出你想要的那个形状 那 情人节的话呢 各位同学可以画一个心形 那母亲节呢 可以画一个康乃兴的形状 什么之类的 那我们现在 那今天呢 今天是总统就任纪念日啊 所以说 而不是总统就任日 所以说 我们来画一个 台湾的地形图 这样子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怎么画 这个 不复杂 我们来打开第四个范例程式 我们来看一下 前面是资料的准备 这些 import啊 什么什么的 这些都很直觉 那资料准备在哪里呢 就是在这里 从第八行 我准备了一个叫做Events 的串列 这个Events的串列呢 这个Events的串列呢 是台湾 2024年的重大新闻 各位同学可以看到 有什么 赖清德小美琴当选 有花莲强政 然后有 马英九习近平的会面 然后有那个 保龄茶室中毒案 然后还有 什么 金门快艇翻覆 台南灯会 然后有一些 有有名的 呃 人事 过世的新闻 这样等等 那我也加了一些 世界性的 因为我就找不到 那么多的资料 所以说我就加了一些 世界性的新闻 例如说 以色列 跟伊朗的 呃 战争 然后呢 有一次日全食的出现 然后甚至有 那个 社会新闻 像什么晚安小鸡事件 等等等等之类 ok 好 那我把这些资料 都准备好 因为我们是要做 资料 视觉化的 动作 再来 我们就是要把 这个 文字云的参数 都设定起来 例如说 我们要它多宽 多高 它的底色是什么颜色 就在这里设定好 再来我们要读镜 我们刚才准备的 那个遮罩 那这个遮罩呢 是 是从网路上抓下来的 叫做Taiwan Mask 然后它的长相是 这样子 好 各位同学会看到 我 不要它画出来的地方 就用白色的 我要它画出资料来的地方 就用黑色的 所以就 导 预备好这个资料 预备好了这个资料之后呢 我就可以把它载入 那要什么东西载入呢 要使用 pil 这个 套件 那这个套件 是 python image library 的缩写 专门用来处理 图片的 所以我把它载入了之后呢 把它转成是一个 numpy 的 array 那它就是什么 它是个二维的 也就是刚才那张图表里面 黑色白色黑色白色的 那个 0到25之间的数值 这些东西准备好之后 我们要有个提示 就是说 word cloud的这个套件 它 不懂中文 它原本预设是为了 是处理那个 英文所使用的 所以我们这里要特别指定说 我要它用什么样子的 字型 来显示我的资料 不然的话 它就出现一大堆的空格 因为它不懂那些 中文字 的字码 读进来的那些数值 到底要怎么样 生成成 那个 画面上的图数 这样 所以这里我指定的是 微软 正 黑体 比如说这个ns 是Microsoft 正 jh 是正 黑的意思 我把这个档名指定给它 这样子 我就可以 只要透过一行 就是这个 word cloud 我就可以建立起 这个word cloud的物件了 所以说在这边 我们看 我们最重要的这个参数 引数是 这个 这个 mask mask的话呢 是那个 我们要给它那个 形状 然后这边呢 我们可以指定contour contour就是那个外框 我们那个 遮罩的外框 要 宽度是多宽 然后宽度的颜色是什么 这里我使用的是 那个 浅蓝色 再来 我把文字 围进去 就是这里了 我产生了一个 文字笔运物件之后 我让它 产生 那产生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刚才的那些 种种的事件 我使用一个 逗号来分割它们 所以这里有个 逗号的字串 点 join 刚才的事件 然后最后把这个 文字云画出来 那 因为我在画 文字云的时候 我不希望出现 它那个座标轴 我这有点丑丑的 所以我就把这个 座标轴关掉 使用 axisoff 这个指令 所以说 这样子准备好之后呢 执行它 我就可以得到 这样子的一个 文字语言物件了 看起来也挺美观的 那 各位同学有 这样子的经验之后 你们要产生 什么样子的 文字语言物件 都可以 所以我们来看一些 很有趣的 范例 这个是 WordCloud 他们官网上提供的 他们可以 这个是爱丽丝梦游先进的爱丽丝嘛 他们可以 做出一个 颜色对应一样的 那个 文字云 然后这个呢 是星际大战里面的 那个 帝国军的 头子 他们也可以做出这样子 那这是 鹦鹉 然后他们也可以彩 一样的颜色 来画出一个 鹦鹉的文字云 那这都 很美观 很漂亮 好的 那我们现在 休息十分钟 好的 各位同学 那这张图呢 是我们在讲 Excel的那节课 有看过的图表 我们把全台湾所有的 物理治疗系的 那个 有 有物理治疗系的 学校 跟他们的 学生人数 全部都画出来 这样子 那 怎么画呢 我们需要资料 那这资料在哪里 那这个资料是从 教育部的官网 可以下载到一个档案 那我们来看那个档案 好 那在这里有一个 学一之一 正式学籍在学人数 以细索 那这个 这个是一个Excel的 从前三列 是那个标头 标题 然后从第四列开始呢 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表格 它有 包含了 学年度 然后设立别 学校 然后我们 关心的是 学校名称 跟系所名称 那还有所谓的 学制班别 因为 有一些科系 它们是从 大学部 或者是四级五专都有 一路到 研究所 都有的 那我们关心的是 只有大学部 这个 或者是四级五专的 这个部分 那这个Excel表 要怎么读呢 就是透过我们 在Excel课堂 学的 透过ExcelWins 或者是 OpenPyXL 这两个套件 来读取 这个档案 所以在我们 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是 透过 那个 Panda 直接读 这个表格进来 所以怎么做呢 在第八行的地方 我们Panda 就是ReadExcel 因为Panda 我们这种单张的Excel 是可以直接 透过Panda 去把它读进来的 读进来之后 它就变成一个Panda 的资料表 那在这里呢 第八行 我要告诉Panda 是说 前三行 前两行 是不重要的表头 所以我这里 Header等于2 就是前两行 会是Header 就略过 我要真正的资料的来源 就是从第三行 到第六万六千七百九十六行 所以那个 Enrose 就是总共有几行 也是要告诉Panda 然后 我要 一张Excel里面 可能有很多张的资料表 所以我要告诉 那个资料表的名称是什么 那个叫做Current 然后读进来之后呢 我做一个筛选 因为它这里 资料资料里面 里面含有 从106学年度 到112年 学年度的都有 我只要看最新一年度的话 我就透过第九行 这有个DF 然后有个DF 学年度等于2 中间的那个DF 学年度等于2 它就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筛选的 过程 学年度的那个数值 从106到12都有 那只有部分 会符合群6等于12 那我 中间的那个等于12 它就变 它就会产生一个 True Force True Force 的Series 那我用那个Series 去筛那个DF 我就会 筛出来说 一个比较小的资料表 它里面 只有112全年度的 再来 同样的道理 我用 细所名称去筛说 它只有 含物理治疗 这四个字 那物理治疗在哪里 被指定呢? 我在第7行 我的Department Name 就是物理治疗 再来 我的学制班别呢 我只要 学士班 二专跟物专 博士班 跟硕士班的 都不要被包含进来 这样子 连续筛过三次之后 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的 DF Undergraduate 这张资料表里面 它就是我想要 我关心的资料 那我们等下再来做 视觉化的动作 那因为 Data Frame 就是那个 已经被筛过了三次 所以它那个 序列号 不连续 那我们就透过 第14行的 Reset Index 来让它 序列号 重新 从0开始排 这个 那是 我要画这张图 我真正要 取得的资料 是什么呢? 是 每一个学校 的男学生数 跟女学生数 的数值 那这里有一个 最后要注意就是 有些学校 它同时有 五专部 又同时有 大学部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的话呢 我必须要把 这两个部门 合并在一起 例如说 素人 医护管理 专科学校 它就有这种状况 那在程式码里面 怎么做呢? 就这样 我先准备好 一个 两个字典 一个来记录 男学生的 学生人数 一个来记录 女学生的 学生人数 然后我从我的 资料表之中呢 把刚才的 学校名称 通通抓出来 因为有一些 资料是 学校名称 会重复的 因为它有两个班 所以说 我得到 那个学校名称 之后呢 我就先在 我的字典里面 检查 那个学校名称 是否是存在 也就是在 第20行的地方 如果那个学校名称 已经存在了 那我做个累加的动作 就是把不同班别的 那个学生人数 累加起来 那也就是 第21行的地方 如果那个学校名称 不存在 那他就 我就直接把这个 学生人数 指派进 那个字典里面去 也就是第22 三行的地方 那男学生做一次 女学生做一次 这个时候 我的字典 就已经完整了 这个 我要在 视觉化的部分 就是把这个字典里的 资料 画出来 那 所以在这里呢 我就先设定一个 Y的 範围 那 字典里面 有几笔 那我的Y 就画几个 横条水平图 这样子 所以说 Y的范围就是从 呃 字典的范围 用一个 Range的 函式 把它 从 大到小 一路的 排列出来 然后 最后我再透过 Metplub Lib 的那个 Bar H Bar是画 长条图的意思 H呢 H呢 就是 画一个水平 长条图 然后 我指派一些 引述给他 第一个就是 他那个 因为是水平长条图 他需要 Y轴的 坐标值 所以我就是 刚刚 创造出来的 Y的 Range 然后 再来呢 我要他的 X轴的 长条图 的 数值 那这里我就 取用了 男生的 字典 Values 那Values 就是取那个 数值出来 然后指定他的 Label 就是男 然后指定他的 颜色 这个 这里我使用 Metaplub Lib的 这个 它里面有一个 Metaplub 这个套件 里面有一个 Color 这个 子套件 然后这个子套件 里面呢 它有这个 Tabular Color 就是它这个是 Tabular 其實本质上 就是一个字典 所以我 给一个 Tab 帽号 Blue 就比方说 这个子字典里面的 这个数值 把它取出来 也就是它是一个 RGB 三个元素 三种色彩的 那个 数值 那女 学生的话呢 也是一样 那我使用的是 粉红色 把这个 资料都指定好之后 我再来 把Y轴的 刻度 改成是 那个学校的校名 因为我想要看 我不想要在那边看到什么012345 那个对我这个图表来说 是没有 呃 没有 那个 不是我想要的东西 我想要的东西是 它显示各个学校的名称 这样子 所以说在 第 38行的地方 我这里就 指定了Ytix Ytix 就是那个刻度 我只在这边指定了 每一个学校的名称 也就是那个 刚才的字典里面的 Keys Keys 就会传回那个 戒指是多少 那我刚好是用 学校的名称 当作戒指 最后我给定 XY的 X轴的 轴 标题 是人数 那 总标题呢 这是各校 物理治疗系 的学生人数 然后最后 透过Legion 把 那个 男 性 跟 女 的那两个图标 画出来 然后最后再 让整张图画出来 那就会得到这样的结果 所以我们来 实行它 哦 因为我的Excel 档是打开的 所以它这里不行 我的Excel 档必须关闭 它才能够 Pandas才能够 读它进来 这样 然后再 实行一次 好 它要跑比较久 因为这张 Excel 档非常的大 有六万多笔资料 所以Pandas要读 这张Excel 就花比较多的时间 这样子 好 读完了 那就画出了这张图表来了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刚才画了那个水平的长条图 那我们现在来画垂直的长条图 我们这个案例是什么呢 这是长庚大学所有科系的学生人数 那这个资料来源 一样是从刚才的那张教育部官网下载的Excel 因为它里面有所有长庚大学的那个系组都含在这里面 那在 所以说画的那个原则是差不多的 只是刚才是水平的长条图 现在是改成垂直的长条图 但是这里有个地方要注意的是 Methploblib的这个套件 它本质上是设计 它的开发人员基本上都是英语系的国家 所以它的中文的支援没有非常的完美 那在这个地方呢 各位同学可以看到 我虽然把这些科系的名称排成是直排 但是那个其实是我透过插入了很多 换航的slash n 的那个方法来做到的 它会产生一个结果就是 它 乍看之下是对齐的 但是实际上呢 却没有对齐的很好 那也就是说 如果各位同学看这个地方 颅眼口腔医学研究所 你发现它直的地方是歪歪的 没有对得很齐这样子 那这个没有办法 因为这种 这个套件 如果说 它是 这个社群免费开发出来 除非我们有一天自己参与之后开发 修改它的程式码 否则 目前还没有 我还没有发现更好的解法这样子 那还有另外一点 各位同学要注意 就是 如果我们把它转成中文的表现方式 你会发现它非常的长 因为中文 中文直排的结果 就变成 那个 我要留一个很大的空隙 在这个绘图区的下面 我要留相当大的长度 来显示这些中文字 于是说 在 我的程式码里面 它大概是这样子 在第32行的地方 我要特别腾出这个 这个 绘图区的大小 那也就是 像这样子 我设定 它的 这个 0.15 0.35 跟0.7.00 是 那个 我们先回到这张图片来看 这样解释比较清楚 好 这个是 一个metaplob的绘图区件 在这里有一个 坐标系统 就是我黄色的这个 区域 那这个 区域的大小 我是 可以控制的 那 在这里呢 我控制它的方法就是 我设定这个 这个是 X 跟 Y 的 左下角的位置 所以说 我这里 0.35 就是我把那个 Y的那个位置 往上推推推推推推推 推到很高 这样子 我留下很大的一个空间 来画我那个 各个系组的名称 那我怎么知道是 0.35 那这个就叫 是 就是我 不停的调 各种参数 然后调到 一个适当的大小 让我可以把 文字跟图片的图表的部分做一个平衡的配比 这样子 然后第34行这里呢 我就选定那个 各个 直条图的宽度 因为我同时想要显示 男性跟女性 所以我就把它设置成0.4 这意思说 它们 大约是一半一半 但是两个合并在一起呢 又不会用掉整个 一格的宽度 然后再来就是 在36行的地方 我透过bar bar这个东西就是 画出 直条图 那在第50行的地方 各位同学也看到一个bar 那这个 第36行是画出男学生的直条图 那第50行的画出女学生的直条图 可以看到 这里在 x轴的部分 我加了一个bar width 这为什么呢 我让你 我们刚刚 提过的是 在 metaplub里面 每一个 画面上的元素 都是一个物件 我们透过bar 画出了第一组的折线 呃 长条图 再透过一次bar 这个函数 画出第二组的 长条图 但是 我 这个第二组的长条图 会把第一组的长条图 盖掉 我要把 他们的 同时显示在画面上 我就要给他们 讲一个错位 那这个错位呢 就是 在 我这里设定了 0.4个 呃 x轴数值的移位 所以这里 在第50的地方 我让女学生的 往左 往右移 呃 再来就是 替他们 其他的 那个 数值名称呢 把它通常变成直排的 这样 所以说 在第 53行到56行的地方 原本 这里我会取得 各个系组的名称 但是因为 我要把它排成直的 如果说我直接 转90度的话 那这样子 我们就需要 测着看 那它就是这样 一个 横式的文字 但是转成直的 不是很方便 我的方法就是 让它用 slash n 又是换行 意思 点join 它就会让 这个原本系组 名称里面的 每一个字元 中间都多一个 slash n slash n 就是换行 然后也达到 我这样子 一行一行一行 直排的那个结果 最后的话呢 则是 各位同学 你可以看到这里 像是资料标签的 这个东西 很多很多的数值 这个东西 对我们阅读起来很方便 我们就可以直接知道 是有多少人 那对于Metal Cloud Believe 来说呢 这个实际上是什么 它们其实就是 一个一个的文字方块 那也就是在 第38行这个地方 我把那些数值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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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把它用文字方块的地方 写进去 那它们就会 呃 存现在画面上 然后最后这边 HA 就是horrorontal align 跟vertical align 就是垂直跟水平的对齐方向 这样子 好 所以我们来 看我们这个 成分的程式码 它就是 长得像这样子 好 那我们来看 我们什么时候呼叫 这个Draw Text 这个 它是在 第47行 跟第51行的地方 第47行 是画那个 男学生 的 文字方块的 数值 然后 第51行 是画女学生的 文字方块 一样 它们会有一个 加上 bar width 的方法 来隔开 这两个数值表签 所以说 我们执行它 到的结果 就会像是 哦 一样 它们要读取 刚才那张Excel表 所以是 很大的 那个 那个 要花一点时间 读那张Excel表 这样子 好 所以说 在视窗小的时候 会 同学会发现 它们好像很 拥挤 那你把那视窗 放大之后 它们就看起来 比较美观 这样子 OK 好 那我们来看 各位同学 在这张图表上 看到什么呢 这是Excel 做出来的 它跟我们刚才 用metaplub Liber做出来的很像 那 Excel的话 是 微软公司的产品 让大家 就都很熟悉 那你可以发现 在Excel里面 它是有支援 中文直排的 所以它的对齐 对齐的很漂亮 如果我们开这张 Excel的档 那在这个座标 选这个 X的座标轴 在这个座标轴的 格式之中呢 它有一个 文字方向 也就是这个 垂直这个地方 那 我们选了它之后 每一个 刚才像那个 沿路口腔医学研究所 那个对不齐的 那个部分 在这里就没有 它是对得很漂亮 这样子 那 其实这东西 是 告诉我们什么 不是做不到 是 要有人去开发 这样子 但 以目前来说呢 metaplub Liber它 还没有做到 这样子的功能 这样子 那 希望有朝日 它可以 我们 可以享受到 那 我们刚才 看到那个 故事也知道 metaplubLiber 是那个Hunter 博士 他 热心的 跟许多 社群里的朋友 一起开发出来 然后 给大家 所使用 免费的 也没有任何的 那个 嗯 要求 这样子 所以各位同学 使用metaplubLiber 可以说是 福利吧 或什么 好 那我们再看 这个直方图 这个直方图 乍看之下 它很像长条图 但是它 是自己算出来的 我们不需要在那里 我们只要给定 数值之后 它就自己 把它算出来 在我们 学校的e-learning 系统里面呢 有提供这个图 也就是这个 左下角 而右下角 所示范的那个样子 那 我们 在e-learning上点一下 那个助教 或者是 寿客老师 就可以看到这个图 但是它有一个小小的缺点 就是说 它没有办法标文字标签 我看那个图 我看到那个高度 可是 我必须要眼睛 往左去看那个 Y轴上面的刻度 我才知道 那个数值是多少 所以说 我想要做的是 像这样子 我设计一个直方图 它上面就直接有 那个文字标签了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就可以 直接看 那个组句 就可以知道 它 要 对应的 那个 分数距离里面的 选生人数 有多少 那它的做法 跟刚才那个很像 那不同的是 我们呼叫的是这个 heath 这个 韩式 它就直接画出 那个直方图 在这个 里面有个引数 就是 所谓的range 如果说我们不设定 这个引数的话 它预设的就是 在这一大堆的资料里面的 最小值 跟最大值 各是什么 那 以我们这个直方图的例子来说 我们的最小分数是三十几分 而最大的分数是一百分 这样子 那 这个跟我们的习惯不同 那 我们的习惯是 我们会以十分为一个界限 分成很多不同的beams 所以说 我们这里要决定 我们要画出几个组句 那beams 等于十一呢 就是说 我们画出十一个组句 就是这里的 从0开始 0到10 0到9 然后10 到11 最后 一组呢 其实是 因为我们没有超过一百分 最多是一百分 但是为了 图案的一致性 所以我们就设定 最后一个组 是从一百到一百零九 这样子 这样子 这个 最关键的 引数设定进去之后呢 再来就是设定刚才的标题 X轴的标题 Y轴的标题 以及这里的画出一个一个的文字方块的程式码 这样子 这样子 所以说这个脂肪图 只要少少几行 就可以画出来了 我们来 实测一下 好 实行它 OK 那这就是我们 那个集中导的成组的脂肪图 很单纯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一个例子 是这个 这个呢 这个呢 是那个 国发会的网页上面 官网上 各位同学可以看到这个 台湾的人口金字塔图 它是一个GIF动画 它就是它这个会 不停的的 连续变化 在 网页上 呃 跟在这个 这个是我把它的GIF图档 下载下来之后 装在 呃 先将 相牵进我们的 投影片档案 那它做的很精美 这样子 那 好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资料 我们要怎么样做出 这样子的那个 GIF动画来呢 那 那 各位同学看 这是我们的 自己可以做出来的结果 跟那个是 蛮相似的 但是 毕竟还是用不同的 毕竟我们是用 metaplotablelib 画出来的 它还是有一点的不一样 首先 我们要来看 这个资料在哪里 因为我们是做 资料视觉化的动作 它的资料 是可以从 内政部的 全球资讯网下载的 那它下载出来的结果 类 是长这样子 它是一个Excel 但是 它是一个旧版的Excel 所以说 我们用Excel 来把它打开 它 这样子 是党名叫县市人口暗性别 及50分布图 所以它长这样子 我们最 我们关心的是 这第六栏 跟第七栏的总计 然后这个呢 我们不太 我们不关心各个县市的分布 的话 我们只要看第六栏 跟第七栏就可以了 然后呢 个栏 则是年龄 所以零的话 是零岁到 还不满一岁的 然后呢 一到I呢 是一到四岁 然后之后呢 是50 就是每个五年做的是分布 就是五到九岁 不满十岁的 不满十岁的 不满十五岁的 不满二十岁的 到最后的话呢 则是超过一百岁的 那 这里有很多页 每一页的话呢 是一个年的资料 所以这里有 一二一零一一一一 一直到 最最最最 最 早的一起 是民国六十三年 好 那就是为什么这个党名 会有 最后一个括号是六十三 因为它最早最早的资料 直到民国六十三年 所以说 我们有了这个资料之后 要怎么画出 这个图呢 是 这个图有很多部分 我一个一个讲 就是说 首先 各位同学可以看到 我用了六种不同的颜色 这里是 老年的男性 我用了比较深的蓝色 然后青壮年的男性 比较浅 然后幼年的男性 是最浅的蓝色 女性这边也是这样 比较深的粉红色 最浅的粉红色 跟最浅的粉红色 在Metapolab Libre里面 我们要指定色彩 有很多种方式 最简单的就是 基础色彩 红 绿 蓝 那个用文字可以来表示 那我使用的呢 则是所谓的 CSS色彩 CSS是 全球资讯网学会 全球资讯网学会 他们维护的那个 阶层样式表 里面所定义的颜色 总共有148种 那这一张图 就是我从 Metapolab Libre官网上面 复制下来 贴在这个地方 其中我用到的 那我们各位同学 来我们看程式码的话 你就会发现 我用颜色的地方在 这里 就是说这里有一个 深淺 粉红色 蓝花色 跟深粉红色 然后还有这边的 就是 玉米花的蓝色 然后 中蓝色 跟深蓝色 这是我使用颜色 那我先把它准备好 因为 我当要画那个 Y 左的时候 我就需要各种各样的颜色 然后再来 你会发现 这是个动画 它不是 像刚才一样 一张静止的图 那制作的这个动画呢 Metapolab Libre 它有提供Animation 这个套件 可以让我们制作动画 那它有两种不同 制作动画的方式 一种 是透过一个函式 你每次 要更新一张画面的时候 这个函式就呼叫一次 那我也是使用这个方式 来制作这个动画 另外一种呢 就是 你先把一连串的图片都画好 然后这图片之间 你可以没有什么顺序关系 然后你最后 透过那个 artist animation 把这些图表 通通围进 把它打包成一个串列 通通围进这个 artist animation 那你就可以做出一个 动画的东西出来了 那 所以说我们来看 我们的程式嘛 它 在这个地方 我这里 所使用的就是那个 func animation 的部分 它每一次 会去呼叫 一个韩式 来画这个图表 然后它就会做出一个 animation的物件 所以 我如果要把这个物件 汇出成一个pdf 檔的话呢 我可以透过 metaplot believer 里面提供这个 pillow writer 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 把animation 把animation 物件 汇成是gif 檔的功能 所以这里 我就要指定说 我这个gif 檔的 帧数 是多块 然后呢 那个 位元率 是多高 以及 要画出来的 物件 有哪些 这样 如果说 我把138 行 打开 就是解 掉它的那个 注解的话呢 那我就会得到一个 gif 檔 在这里 可以看一下 它就长成这个样子 就是 VSCode 有支援 可以直接在这边做预览 好 那这个是 也就是为什么 各位同学 在powerpoint 的slider上 可以看到那个动画的原因 因为它已经被存成是一个gif 檔了 再来我要解释的话 就是在这一个图表之中 它是 有一个跟刚才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有多重坐标系统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张图 它有男生的部分 也有女生的部分 它们不是画在同一个坐标系统上的 所以说 我的做法是这样子 左边这个部分 它有它自己的一个 这个坐标系统 而且这个坐标系统 它的x轴是翻转过来的 就是我们的习惯就是 x轴的最左边 是那个数值最小的地方 通常是0 可是因为我要模仿 那个 婆巴会往上的 图表 所以我就把它的x轴翻转过来 让x轴的起点 是落在右边 那它在这样可以 男生的部分 跟女生的部分 就可以对齐 看起来很对称 这个也就是 人口金字塔图 它的原始的画法 好 所以在这个多重 坐标系统里面呢 男生的部分 跟女生的部分 都有 而且它们是 共用y轴的 为什么 因为y轴上面显示的是 那个年龄的 年龄 年距的那个序列 所以它们不需要 两个坐标系统 在我的程式码里面呢 它们 是有一个引数 可以做这个的 控制这个事情 也就是在 第一百三十行 这个地方 我的fig 就是那张图表 它 画 两个坐标系统 所以我这里的 Number of Colors 就是我有几 蓝 我就设定了2 就是一左一右 而且这里有一个 Share Y 这个 我把它预设是Force 所以我不改这个 处 那这样的话 这两个坐标系统 一左一右排列的时候 就可以共用它那个 Y轴的 刻度 然后 我才在这个坐标系统 之中 画上一条一条的水平 长条图 那因为它们共用这个坐标系统 所以说 各位同学 请看 这两个黄色的 王底的部分 这个范围是不一样的 中间的这个区域 是属于这个男生 也就是坐标系统0的部分 然后女 坐标系统1的部分呢 它其实没有任何的刻度在这里 这样子 好 那还有就是说 在这个图表里面 我其实是放了一个图片在这边 也就是这个男性的图片 这个MateLab 已经 帮 使用者预设好了 但是这个使用起来 略略略略的有点复杂 我在这边解释一下 首先我要准备这个图片的资料 那这图片是要在哪里呢 我是从网路上下载的 男性的图片长得像这样子 它本质上是一个 带有透明底色的pnc图 那女性的图呢 也是在这边 我要把它显示在 MateLabLab的图片上的话呢 有几个顺序要做 第一个 就是把这个图档 从词典里面 读进我的python指引器 那我要什么做呢 就是我透过那个pil 这个套件里面的image 就可以 用inread的这个方式 把它读进来 把它从档案 变成是一串的二维 有RGB三个数值的 揽拍资料 但这个东西 没有办法直接显示在 嗯 图表里面 它必须MateLabLab 提供的包装式 它先有一个offimage 这个物件 这个offimage呢 是从offset box 衍生出来的 这个offset box呢 它可以装文字 那offset image呢 则是可以装图片 所以说它里面有一个 独特的参数 叫做Room Room的意思就是 你可以缩放这张图片的大小 因为原本的图案可能非常的大 那我要把它缩小 那在我的程式范例里面 各位同学也可以看到 我准备图片的地方呢 我准备图片的地方呢 是在 第45行 跟第46行 这里 这两个图档被载入 然后把它 这两个图档的资料 装进offset image之后呢 我设定一个Room 就是它那个缩放比例是0.2 这样子 它就不会那么大 那这个我参数多少 我要自己调这样子 设定好这个之后呢 我再把它装进 再把这个offset image 装进所谓的annotation box里面 这个是一个 真正可以把资料 画在图表上的物件 所以说在这一个物件里面 我要指定这个annotation b box 要画在哪里 那也就是在我的程式码的第114行 跟117行的地方 我就准备好这个annotation b box 指定好它的坐标 这里是x等于90万 然后y等于90的地方 那为什么是90万跟90呢 因为各位同学看这个坐标系统 我们的资料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护证师的那个檔案来的 它的那个范围的大小 就真的是100万上下 这样子 就是每一个年龄间距 所以我在这里 我要画这个x的时候呢 我觉得这个数字就真的是90万 只是为什么 各位同学可能说 你不是说90万吗 为什么这个数字是90 而不是70 而不是90万 是因为 然后 Metaplotable 它提供一个功能 叫做 Ytick Label 跟xtick Label 它可以让我们决定 我们要显示在那些 刻度轴上面的文字是什么 所以在这边 我把它从90万换成10 这样子读起来比较不那么的辛苦 那各位同学 看程式码的话 也就是在第56行跟55行的地方 好 我这里先定义好 那...那...那... 哦... 哦...不对 不对 是在这里 是16行跟第17行的地方 我这里先把 要显示的那个值 10 30 50 70 90 110 都... 准备好在一个... 正列之中 它们对应的数值呢 则是 10万 30万 110万 所以说 在... 我... 把这两个... 准备好的串列 透过 set xticks 的方式 把它们设定到 我的... 绘图区里 所以这里就会看到 10 30 50 70 90 这些资料这样子 比较读起来方便 好 这个是我们 对Exo的处理 那对Y轴的处理呢 则是 我想要把这一... 一连串的 Y轴... Y颗度轴的... 文字都准备好 那在我的程式码里面呢 就是... 第55行这个区域 在这里 在这里 我准备好一个... List 嗯... 不得... 在这里 第... 20行到24行的地方 我先准备一个... Range 它会从... 0... 5... 10... 一直上去的 所以我就把这个... Range里面的数值呢 转成是... 字串 所以我这里用一个... F字串 它会把... 0... 到... 4... 5... 到... 9... 都准备好 最后一个是... 100... 到... 105... 可是... 这个不符合我们的要求 是因为... 也不是不符合 就是说... 100岁以上... 其实不是100... 到... 104... 而是... 通通都包含进去 所以我在这里... 手动的把那个... 文字改成是... 100... 加... 税 那... 0... 4... 5... 它有个问题就是说... 各位同学来看这边... 这里是需要有空格的... 那... 如果我用程式来产生... 产生不出那个空格... 所以我就手动的把它修改成... 0到4... 跟5到9... 这样子... 好... 那... 这东西都准备好之后呢... 我们... 讲最后一个叫做... The Order... 所以说... 在所有我们看到的... Metplotlib... 会... 画出出来的... 它都是一个一个的物件... 那... 它们有... 谁会盖住谁的那个... 优先顺序... 所以说... 你看这个轻壮年的... 这个步方... 它是... 轻壮年的三个字... 它是文字物件... 我希望它是在... 下面的那个图表的上方... 那... 为什么它叫... The Order呢... 所以... 你如果把... 水平轴... 看成是X轴... 锤子轴... 看成是Y轴... 那... 这个空间里面... 最后一个轴... Z轴... 它就是那个... 往上的那个... 锤子轴... 所以它有一个叫做... Z Order... 的那个... 属性... 只要控制这个Z Order... 我就可以控制... 拿一个物件在上... 那它就会被显示出来... 或者它就会被... 盖住... 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 执行这个... 程式... 就会跑出... 这样子的结果... 好... 那它就像是个动画一样... 每隔... 0.5秒... 它就会自己更新一次... 那个图片... 这样子... 那... 我们如果汇出来... 就变成一个GIS档...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到这边为止... 讲的都是那个... Metaplot Blitz... 我们来看那个... C-Bone... C-Bone... 的这个范例... 各位同学... 如果你要画出... 这样子的一个图形... 你用Metaplot Blitz... 来画... 很麻烦... 可是如果你用C-Bone... 来画... 只要一行... 就可以画好了... 那... 我们取... 这个... 安德森大维花... 这是一个... 很... 很... 广为人使用的... 它长得像是这样子... 它有四栏... 嗯... 应该说... 四栏的数值... 分别是那个... 花二... 的... 长度... 花二的宽度... 跟花瓣的长度... 跟花瓣的宽度... 那最后的话... 是有品种... 那它有三种不同的品种... 那... 就像图片... 这边一样... 它有... 变色带围... 三带围... 跟维吉尼尔带围... 所以说呢... 如果我们... 要把... 花二的长度... 跟花二的宽度... 对这三个品种... 不同的... 都来显示的话呢... 那我们只要... 一行的程式码... 就够了... 哪一行呢... 就是这个... 这个... 就是那个... 花二的... 长度... 这个是花二的宽度... 分别来显示在... X轴跟Y轴上面... 然后呢... Species呢... 就三个不同的品种... 然后我们在这边... 选择是哪一种... 不同的... 配色... 那它... 这个Data... 就是我们透过... Pandas... 读进来的那张... 资料表... 那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跑出... 刚才... 那这样子... 一个非常精美的图片来... 那我们在这边... 看一下... 好... 那这个就是... Seatbone... 的威力啦... 只要一行... 你就可以画出... 非常精美的图片来... 而且... 它的... 特性就是... 如果说... 你想要改变... 像刚才那个... SY散布图嘛... 你想要把它改成... 那个... 和密度估计图... 那你只要... 在刚才那一行里面... 加上那个... Kind... 那就是种类的意思... 把它变成KDE... KDE... KDE就是...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和密度估计... 那你就会得到... 像右下角... 这样子的图片... 那如果你想要... 改变它的配色呢... 那你要在... 那个... Palette的那个地方... 原本预设是... 这个... Hue... Saturation... 跟... Value... 那如果把它改成是... 从黄色... 到蓝色的配色... 那它就... 一行的指令... 就可以把它改完... 那我们来做... 这个测试... 好... 我们再执行一次... 好... 就知道这样想要的结果... 那这个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 只要... sebum... 这个... 熟悉的话... 只要非常少的指令... 就可以非常精简的... 把... 你要的... 程式码... 不是... 你要的图表做出来... 那这就是... 高阶的... 那个... 误... 语言的好处... 这样子...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最后一个叫做... 地理密度的那个... 就是... 地理绘图... 那这个... 使用的套件... 叫做... GeoPandas... 它可以... 画出地理图... 那它也是架构在... Metaplotlib上面的... 嗯... 好... 那我们先讲一下... 我们的资料到底在哪里... 我们的资料... 因为它是地理图嘛... 所以它有个很特别的... 叫做... SHP... 那它是一个... 美国... 地理... 環境... 呃... 環境... 系统研究所公司... 开发出来的... 但它现在已经... 广违被... 世界大... 所使用... 然后... 资料也在这里... 交换这样子... 那这种... 档案呢... 它一定会包含... 三个档案... 就是... 所谓的... 地理资讯... 也就是那个... 向量图啊... 每一个... 湘镇的... 那个范围... 然后还有它的... 所以... 然后还有属性资料... 这样子... 那这个东西在我们的... 资料档案的哪里呢... 各位同学... 开... 那个... 资料夹的话... 你会发现... 在这里... 有一个... 商政市区界限... 然后你把它... 点开之后... 就发现... 这里... 最大的这个档... 也就是这个... Town... MOI... 然后... 1120825... 这就表示... 民国112年... 8月25号... 他们所... 会制出来的... 那这个档案很大... 有17Megas... 那么大... 那等一下... 我们就要读这个档... OK... 好... 它里面读出来的档案... 大概... 是这样子... 比如说... GeoPandas呢... 它可以直接去读这个档... 最... 各位同学... 请看... 最后... 这里蓝... 这是最重要的... 这里有很多... Polygon... 然后... 这里也有多... Multipolygon...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台湾的... 乡镇... 每一个的... 边界... 它都用一个... 多边形的方式... 来表示出来... 那什么时候... 出现... Multipolygon... 就是那个... 离岛的时候... 使用一个多边形... 没有办法画... 要用多个多边形成之后... 才能够把它... 画出来这样子... 好... 可是... 只有这个的话... 我们... 这只有自己的资讯啊... 我们还要配合... 如果我想要画出来的是... 人口密度表... 那我还需要一个... 人口密度的资讯... 这个东西... 也是在... 呃... 内政部... 的... 那个... 官网上... 可以下载下来的... 但它不是很好读... 就对了... 所以我... 要把... 每一个... 县市的人口数... 都整理出来的话... 我还透过了使用... 另外一张... 人口数量表的方式... 总之就是... 我要整理好我的资料... 那我整理好资料呢... 我就会用... 最后... 把它插入刚才的那张... 那张... GeoPandas的Dentafread... 那插入的结果... 就像是这样子... 它会有一个... 多出来的... Color... 叫做Density... 那这Density呢... 对应到... 各个乡镇的人口密度... 然后... 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画了... 我就把它画出来... 那画出来之后... 它会像这样子... 然后... 我们来看一下... 它... 实际上的... 长相... 好... 那这就是... 画出来的样子啦... 然后... 透过这个放大镜呢... 我们可以去... 圈选任何一个... 你喜欢要的区域... 然后... 圈选出来之后... 就会看到... 不同的颜色... 跟不同的... 文字... 好... 那这个... 右边的那个... Colorbar... 是怎么决定的呢... 它其实... 它有... 提供非常多预设的... 我只从里面挑一种... 这样子... 那... 这里... 各位同学可以看到... 有非常非常多种的Colorbar... Colorbar... 就是那个... 色彩... 图... 的意思... 那我... 呃... 选用了... 让... 就是说... 你们要挑一个... 适合的Colorbar... 让... 使用者读... 那个... 图档的时候... 呃... 图片的时候... 就是... 诶... 很直觉... 那是最好的状况... 这样子... 那这些东西... 都在... Mats.ploblib的官网上... 可以... 看到... 这样子... 好... 那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课就上到这边了... 那下周... 会... 要报告... 第四组... 跟第五组... 他们会... 呃... 想要先报... 那我会请出教组... 他们放上去... 如果你们有各种... 想要先报... 或后报的需求... 就请再告诉我们... 这样子... 好... 那各位同学... 就下周见... 嗯嗯嗯...